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Neoflame Fica系列的26公分炒鍋 以及28公分的平底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26公分的炒鍋 如果有人不太清楚26公分的大小的話呢 MUGA這邊直接用煎蛋來示範 大概鍋子可以容納就是三顆蛋的大小 那以一般像我們一家四口來使用 平常在炒東西或是煎東西來說實在是非常的夠用 這邊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MUGA使用起來的心得 第一是關於不沾的效果 剛開始我們拿到鍋子的時候呢 的確他非常的不沾 真的是煎蛋或是做任何比較容易沾的肉類料理都不會沾鍋 那當然使用一陣子之後呢 這樣物理性不沾的鍋具常常會稍微的有點沾鍋 但是呢MUGA發現即便稍微有點沾鍋的時候呢 我用鍋鏟稍微的吐他一下 他就很快可以跟鍋子的表面分離了 第二就是關於他鍋子形狀的設計 MUGA覺得這樣設計非常的好用 不論是要煎食材或是炒食材都非常的方便 一般我們常常就是用鍋鏟在炒食材而已 那MUGA以前非常想要練習翻鍋 但是呢我的鍋具翻起來就常常食材會直接散落在外面 直到用了FICA系列我發現 他的鍋子的角度剛好會讓食材回落到鍋內 所以雖然我現在翻鍋的技巧還沒有那麼的熟練 但是我發現我至少不會常常翻一翻翻一翻 食材全部都散落在外面了 第三就是MUGA覺得鍋子的重量恰到好處 相較於男生來說呢 女生更在意的是鍋具的重量 即便非常好用的鍋具 但是如果太沉重的話 重量壓在手部有時候炒個菜或是洗鍋子的時候會感覺手非常的酸 那Neo Flame FICA系列呢裡面是鑄造的合金 外面是陶瓷的塗層 所以使他上手的感覺不會過於沉重 迷霧哥哥比較我之前比較常用的不鏽鋼的炒鍋來說呢 我覺得是輕非常的多 迷霧公主在使用起來也會覺得非常好上手 整體而言呢迷霧哥哥覺得 26公分的炒鍋是一個非常實用的鍋具 因為平常不論是要煎食材或炒食材 他的份量剛好就夠我們一家四口來做使用 所以現在迷霧哥哥日常最常使用到的就是26公分的炒鍋 那28公分平底鍋的部分呢 迷霧哥哥用市售的蔥油餅給大家做參考 大概就是放下去之後呢旁邊還會有一些的空間 因為材料跟工法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在煎東西上面呢 我覺得26公分跟28公分的感受是差不多的 當然28公分的平底鍋也包含前面迷霧哥哥講的那些的優點 但是呢我覺得在使用上面28公分的平底鍋 比較適合煎煮類的料理 如果平常你需要同時間處理大量的食材 或者是你的料理手法比較偏稀釋 比較屬於只有乾煎的部分的話呢 迷霧哥哥比較會推薦你買的是28公分的平底鍋 那Neoflame也提供給迷霧廚房的粉絲一個優惠的連結 迷霧哥哥會把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或者你可以直接掃描影片中的QR Code 現在是不限金額只要有購買的話都可以好理二選一喔 好那迷霧廚房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